2011年安徽淮北一名17岁的高中生王某将自己的一只肾卖了2万余元后购买了iPad 而在中间牵线搭桥实施手术的被告人11月29号分别领刑 其中7人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另外两人免于刑事处罚 庭审期间9名被告人共支付王某147万9666元的赔偿